真愛不分年齡 男大女小真的會比較幸福嗎 真的會嗎 其實我有問號 你跟智希差幾歲 11歲 你們兩個差11歲 而已 天啊 你是怎麼搞定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差11歲 我們差11歲 不是我騙她 其實是 她騙你 她沒有騙我 她追我 那真的會比較幸福嗎 男大女小 我覺得男生比較大 可能會比較成熟一點 雖然我也是個幼稚的人 但是我覺得 男生大的那種幼稚 在年紀比較小的女孩子看來 她叫做 如果兩個年齡相仿 但男生比較幼稚的話 那個就叫做幼稚 其實演藝圈有很多例子可以舉例 妳看林志穎跟陳若儀 阿彌是差10幾歲 是 那個吳祁龍 跟她老婆也差很多 也差很多 但是通常都是男生很有成就 所以呢 這個女生就是年齡差這麼多 我也會覺得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有成就嗎 我還是可以願意接受的 妳看又欣哥就很有成就 是啊 你是這樣子 所以你才 你這個算婦女戀耶 哪有 你差18歲 18歲都能成年了耶 18歲還好吧 你可以生她了 妳不要一直說妳要問妳媽 妳當初為什麼會選她 差這麼多耶 18歲耶 不是妳應該先問問我吧 好那先問妳 妳為什麼會找差這麼多 因為我如果先不講 我待會沒機會講 她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她就是以前我們三立的經紀人 然後就是帶我的 進水樓才先得月嘛 兔子專吃火邊炒 那小文為什麼會接受 我大學畢業第一個工作就是來三立 所以在這之前都是教年紀想法的 然後就像你剛剛前面講的 年紀想法的男生就會覺得很幼稚 對 那因為我本來想法上就比童年齡的成熟一點 所以就覺得童年男生真的沒辦法 太幼稚了 然後那時候想說 那就找年紀大一點 可能比較成熟 結果 一開始的人不知道我的女人這麼大 其實她看不出來 又欣哥的 她的臉其實有什麼 小孩 然後前面看到我的小孩發現 我的那個 這個健康鏈比較不錯 基因很好 對 對啊 你跟小孩相處 一開始沒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她都會把一切都打理好 就是小孩她也很照顧 然後家裡的事情她都很照顧 她一切都打理很好 所以那時候有接觸到她私下那邊 覺得她其實滿顧家的 彭正跟田芸你們怎麼認識的 其實那個時候我是最早期 就去參加歌唱比賽 所以當我遇到彭正的時候 已經是我出道之後的事情 像我 富凱 雅雯 我們那時候就是每一集 都會去錄影 那彭正是當時來比賽的選手 比賽 對 那一開始我真的是 我們是 因為她以前是在做就是業務 然後她比較不會打扮 然後她都穿茶比較老 然後打扮也比較老 然後黑黑的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就OS 看到這個男生我就想說 結婚生的小孩好好的戶手 再跑來比賽 不是要做什麼 那時候我心裡的OS 你以為她結婚嗎 對 我以為 因為我也不認識她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當時她看到我的第一印象是 我就覺得 因為她以前還沒 她現在是瘦身有成 對 以前還不會 減肥 比較大聲 比較大聲 田雲172 經過的時候她不笑 我就覺得她很有氣場 我就覺得 學姐 了不起喔 甩個258萬的 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互相真的是 完全看不順眼 她那一天剛好唱一首歌 叫做叫我的名字 這男生的聲音其實還滿溫暖 還不錯聽啊 但是當她唱到最後一句 稍微有點走音的時候 就讓我注意到她了 對 所以這走音才注意到她 發現 然後是有一次呢 她就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 她在跟選手們聊天 就講說 那個某某地方有一間 那個豬排很好吃 我就聽到豬排馬上跳起來 去問她說 妳說的豬排在哪裡 然後她還滿貼心的 不到一個禮拜我就突然收到那個 FB的私訊 什麼有人敲我 原來是她 她就把那個地址真的告訴我 妳那時候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心裡對有意義嗎 其實沒有 都沒有 我只是想說 我那個時候只是想說 因為我怕她沒有吃到 炸豬排會終身遺憾 你真誇張 是不是很難講 因為她那時候的身材 你覺得她好像很愛心 覺得好像一定需要 對 她真的需要這一塊豬排 但緣分就這樣開始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她居然有記得我說的話 就還滿細心的一個男生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才開始 有交流 就會聯絡 對